我在马路边,捡了一分钱,把他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,对我把头点我高兴的说了声,叔叔在见朗朗上口的儿哥,为不足道的一分钱,老师从小教育我们,捡到东西要是, 捡到上交,即使在小,无论价值多大,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能要,捡到上交,好玩儿,走在路上,掉下来一个无人机,这样总人听闻的是亲密遇到过吗? 可怕是百年难得有遗遇,关键是掉下来还有好心人把它捡到了,这是如果你碰到你敢捡吗? 这样的奇闻竟然真的发生了,还发生在我们的身边,最后,飞机还能正常起飞将安摄影爱好者飞无人机飞机受干扰,是连丢失昨晚3月24月6点左右,将安一次摄影爱好者小先生吃过晚饭,带着刚入手的新无人机,来到冰箱陆提荣阁旁的广场是飞无人机,准备拍摄将安老武装部的就职, 找回当年的时代印记,开机,调频,对频,操控,起飞,一切都竟然有序无差错,滴滴,滴滴,操控端显示,飞机出现电子专门绕,将紧急降落,刷飞机在几秒之后,消失在一抹夜色当中,对着坠落的无人机,小先生满脸遗憾,这可是我的新家伙,咋过说落就落下来了, 对着屏幕只能看到无人机落到一束草丛中,那颗草丛非常茂盛,叫我如何找得为好啊,苦寻无果,只得包紧于是肖先生便猜想,可能掉到江安中学兰四位党的野草丛,终去了,一番急走找罢,最终只是鲨鱼而归,心爱的飞机找不到了,面对心爱飞机则能忍心抛弃,这时只能帮警求助,希望警方能帮着自己找回, 喂,你好,是公安局吗?我飞无人机好拍的时候,飞机是联络下来了,找了半天没找到,你们那有人报警说捡到无人机了吗? 暂时还没的,你先不要着急哈,你需要我们的帮助吗?如果需要,我们可以马上派巡警过来协助你找飞机,在巡警的帮助下,经过百般寻找飞机,还是没得任何下落,看着操作端屏幕里捡到飞机的人,也在焦急地打着电话,此时的肖先生更是百感焦急, 无人机被好心人捡到肖先生寻回埃机朋友圈截图,此时,事情出现了转机,朋友的朋友圈里发着寻找信息,各种消息将安人的朋友圈里转发着,捡到无人机的爱人士,拿着无人机找到巡警,开着警车找到了苦苦寻找的肖先生, 和尹在三位巡警同志,刘希,沐江林,郑伟的见证下,四位好心人曾勇,王宽,陈龙,周霞,把无人机送到肖先生的手上,最后一起回到派出所办理完交接手势,是把刀找到,前前后后一个多小时的时间,无人机视而复得,肖先生说不尽的感谢,道不满的感激,将安全民接力助寻乱心大戏,热力上演, 将安由你们更加温暖,充满正能量,用心聆听世界啊,无处不在,你点一个再看小编公司长五毛,大家都在看点一点再看,让我们知道你咋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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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